有这么一双鞋子 虽然很多女生觉得它丑 但鞋柜里必有一双 一出门就灯着往来走 直到去年的那部电影的出现 让大家开始探讨 这双鞋除了舒适度以外的意义 它就是博肯鞋 大家好 我是不冷静的冷静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测评的 就是从小价位到顶奢级别的 热门爆款博肯鞋们 老规矩还是从款式设计 时穿百搭性和舒适度等维度 为大家提前开箱试穿测评 纯粹消费者主观感受全程无广哦 博肯鞋的鞋型呢 源自于德国品牌Birkenstock 以它的轻便软物底 以及贴合脚型的设计 还有无脑穿搭好走的特点 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那么在2024年 我们看到很多时尚大派 都相继推出了自家的博肯鞋 那我们今天所测评的博肯鞋 也是以Birkenstock为代表 这一类鞋的统称 我们就从它最经典的 Birkenstock这个品牌开始说起吧 那我做了一种研究 发现网上大家讨论度最高 买的最多的 就是以下这三款 Boston, Arizona和Giza 我都为你们买来了 对比的也都是这三款鞋型的延伸款 跟各自的贵替做对比 挑选Birkenstock鞋的时候 有以下几点我自己会特别的注意 一个是鞋型的宽窄 那么它确实有分 Narrow窄版和Regular正常版 区分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它鞋底上这个角足印 实心的就是一个窄板 空心的代表它是一个Regular 它们两个的区别上脚 我会给大家展示 主要是在小脚趾的脚外侧 宽板这块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的脚是中型脚 宽这个窄板就很合适 而且需要把它调到第二个鞋扣 还有这个鞋内底的选择 那么硬底呢 就是这种滑牛皮的感觉 摸上去比较的丝滑 其实它也很软 上脚很舒服了 那软底呢 是有一个soft的标识 那它也是这种翻毛的材质 软底的很舒服 而且它会阻力稍微大一点 不会说这个脚往前窜 那说完这两点 我在市面上有看到Burkenstock和Burkenstock1774 那1774呢 其实是Burkenstock的一个高端线 那么这串数字也很有意义 它是Burkenstock起始的这一年 继承了Burkenstock的原鞋 但是正好呢 是把高端时尚和实用性连接在了一起 那我们看到很多大牌联名的时候 都是1774这个系列 比如Rick Olvin啊 Manolo Blenick 那我们先从Burkenstock的Boston开始说起吧 这双鞋应该是我这一种博肯鞋里面 最最喜欢Top1的 记忆深处也非常深刻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我妈妈就有一双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Burkenstock这个牌子 九几年的那个时候 家里有这么一双鞋 长得还是怪怪的 看着我妈每天还特别喜欢穿 我当时给它不小心 可能滴上水了 还是滴上油了 我想我妈当时心里很不爽 我录视频之前跟他聊 他才说那双鞋其实是我爸当年送给他的 他当然也觉得这双鞋怎么这么怪啊 今天我买到这双鞋 我上脚的时候 哇塞真的是 鞋面很软 是软番茅 鞋底也是这种番茅材质的 鞋子很轻的 像采棉花 如果我要是穿着高跟鞋 出席一个什么会议 哇塞完了事儿以后才找它 简直是一秒解脱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双鞋就像我所说的 当我把它滴上水了 或者滴上油点了之后 好像就是forever的损失 就对它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还有一点 这双鞋真的是 我拿它是对比的 balenciaga今年的这一双 你看这两双都是番茅 明眼的一对比的 就是这个鞋子番茅的支撑力 因为它特别塌 所以你总是要用手调整一下 方便度稍微逊色一点点 第二我觉得它的downside 对比它的跪替 balenciaga这款 我把它的番茅和这个滑牛皮都买来了 就这双鞋啊 你看它前面是五个脚趾 心里特别痒痒 就觉得怎么能够这么好玩的设计 这么有意思 配那种很baggy 很慵懒的 载裤啊或者长裤 穿它真的是很有个性 我绝对会多看两眼 但是我觉得十种裤子 或者平时的jogger啊 运动裤 这双鞋真的有点太夸张了 比例有点不太对 所以虽然好玩 但是我觉得 并不是特别好穿 另外它就是太宽了 这个鞋就逛荡 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它的鞋头很长 能够把脚包得更严实一点 还有一点我挺喜欢 就是它做了这个橡胶底 Work in stock 它自己用的是EVA 相对来说 橡胶的质量更好 更耐磨 上脚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是很沉 那说到这种滑牛皮 我自己拿到以后 还是有点惊喜的 Balenciaga怎么现在 野猪的质感这么好了 它这种滑牛皮是 雅光的 特别的这个黑色的扣发 就是black on black 就是帅 如果你们要是 买给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你是男生 在看这支视频 一定要去查查MalSense 因为我现在在北美 看MalSense 有7家商家有 最大的差价有66折哦 接下来我们说说Giza这一款 那我们先从 Burkenstock这双开始说 它是我今天订的 所有一种Burkenstock里 唯一一双宽版的 那我上脚试了以后 中型脚 并没有觉得说 这个鞋型非常的宽 或者说很逛的 就是我细看 就是它前面这个脚趾这块 应该是 一种有点偏黄色的橡胶 就会让我觉得稍微稍微 有一点点缺少质感 当订来这个Low-I-V的时候 我觉得这双Low-I-V 真的是很有质感 一来我是觉得 它的这种整体性 斜面 斜里 包括斜边 都是同一种皮质和颜色的 另外就是 虽然拿上手 跟这个Burkenstock 稍微重一点点 可是上脚 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它比这个Burkenstock的 这个Regular Feet 还要宽 那我穿袜子的时候 也可以穿这种 有脚趾的这种袜子 穿在这 它这鞋底我也挺惊喜 是比较软 比较防滑的 尤其是送给 妈妈那个年龄层的话 这双鞋的整体质感 实穿度 以及它鞋底的 这个防滑度来说 都是很棒的一双 然后这双鞋 还有一个黑色的 我在猫上看 黑色就好像有五折 这双鞋 我觉得真的是 在衣橱里面 非常百搭 能穿很久的一双 值得下手 来吧 说说这双 最火的 街拍看上去 最多的这双 Arizona 我选的这双是 Gerald窄版的 从它的舒适度 包括鞋子的耐穿性 选择的颜色 也特别的多 在我拿到的时候 我才突然发现 我选的这双 是滑牛皮 滑了几道之后 就变成了浅色的道道 而且脑向不是 特别能去修复的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双鞋 真的是没什么可挑的 性价比又挺不错 我在猫上看 还有30多美金的差价 你们一定要去查一查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由这双鞋衍生出来的跪涕 它们的表现都怎么样吧 那我们先跟它自家的1774 这个高端线比 这两双鞋 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最大的差别是在鞋底 它的性价比高 也是因为它项目的这个鞋底 只是在鞋面的上面是有皮的 而1774 它做了全部是皮底的这一块 显得非常的有质感 拿上手确实也是 它是有点这种油腊皮的黑色 非常的亮 我自己很喜欢配黑银 很帅很酷 尤其是秋冬天到了 配一个这种羊绒的袜子 配一个oversize的西服 都很好看 这双鞋我自己真的是觉得 是物有所值的 那除了这双Azizana 我把它的一个兄弟款 这款它就叫Milano 在它后面这一块 多加了一个后跟的提袋 确实就更跟脚一些 我收到以后 我觉得这双有点像 前几季Shanel 卖的特别好的那款老爹凉鞋 有没有那种一举同工 上脚 系到合适的扣盘之后 其实是不太好 让给它拖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长走 或者去博山车游乐园 觉得这双鞋会更方便 又会紧紧的跟在你的脚上 那说完那双黑银的Azizana 我还发现了另外这么一双 应该是1774 跟Pablio做的这种联名合作款 我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 如果要配一些长裤啊 或者想显得腿长 这款应该挺好看的 上脚试了以后 我觉得有点小失望 Black on Black以后吧 缺少了一些亮点 然后穿上以后 就觉得是黑黑的一坨 并不是特别讨巧 那作为厚底的这种 波肯鞋 我还看到Gabriel Hurst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一个时尚品牌 它有这么一双 我也把它买来了 也挺厚的 是确实有增高效果 但是鞋子也相对就沉了一些 鞋型是比较宽的 就会从视觉上显得 有点沉 有点重 另外这双鞋 我是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弊端 就是它整个用了一个 大木底的一块 有点像踩在木鸡上的感觉 非常的滑 我自己就之前穿着 平底木底出去 在地板上 或者是大理石地板上 滑出去过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 还挺危险的 尤其是这个鞋底 有点厚不太跟脚 所以这双鞋 我觉得不是特别推荐给你们 那接下来的这双 我是有在网上看到 很多商家都有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Chloe的这双 在图片上看 真的很好看 翻毛啊 又是有点像这种 大象灰的颜色 慵懒的 家居脱鞋的感觉 这个鞋底也是唇皮的 但是这双鞋 我上脚以后 我就发现 鞋的脚又扁又宽 因为它的斑毛 不是特别有支撑度 而且特别的宽鞋面 另外它这个鞋底 是向外延伸的一圈 真的在视觉上 有很扩张的感觉 它的鞋底 是胶皮鞋底 但是真的很硬又硬又沉 比我刚才的 Gabriel Hurst 还有沉 就会觉得是你那种 看上去很慵懒 实则穿着很费力的一双鞋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 真的是上脚的实穿度 没有图片好看的一双 这一双来自于Isabella Merand 这是让我觉得 Arizana鞋里面 鞋面设计的最漂亮的一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Isabella总能打动我 让我觉得她家 又有法式的女性柔美 又有野性粗犷的一面 她上面用了三种不同的材质 帆毛皮 哑光皮 鞋面是这种细腻的 类似于小羊皮的材质 通过这种颜色的色差 皮质的材质的区别 整个鞋子做的更有细节 更有立体感的 如果这两双鞋放在一起 即使它贵了 有五倍的价格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 选Isabella Merand 拜比就拜比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很多Isabella Merand的鞋 都是让我抱怨她的鞋底 有厚度的硬木底 这么一双慵懒的鞋 为什么不能做成橡胶底 只在这一小块有橡胶 你看这个鞋就一下用了很多 那最后两双 Arizona的变形衍生款 非常ladylike 非常优雅的两个品牌 一个来自于Manolo Blenic 另外一双呢 来自于Roger Vivier 黑色的 我选择带水晶白钻的鞋子 那先说Manolo吧 其实在前几年 Manolo确实跟Birkenstock 已经有过联名合作了 那时候我当时 还不能理解她的美 我说这么优雅的鞋子 怎么能做成这么宽 这么慵懒的鞋型 错过之后 才知道有多香 所以这次她又付出 自己的这种 博肯鞋款的时候 我就定来了 那我觉得她确实是 因为有考虑到 博肯鞋的舒适度 她做了一个胶皮鞋底 我拿到这个距离的时候 居然还能闻到 这种胶皮的味道 她虽然是选择了 黑色三种不同的材质 鞋面是绸缎材质 鞋底是牛皮的 最底下是种胶皮的 但我觉得她三个 黑色的调和度 非常的协调 过度也非常自然 感觉就是一体的 另外就是 她的折镜扣泡 走多了几步 她这个扣泡 卡我的脚面 所以如果你是高脚面 你一定会觉得卡的 另外这个鞋 我觉得稍微 还是有一点点重量的 不比不知道 一比我就觉得 它居然比Roger Vivier这双 稍微逊色了一点点 如果你要配那种 真丝的半裙 或者长裙 或者礼服裙 或者是这种 喷喷的少女裙 我觉得可能 Roger Vivier这双 上脚会更舒服 首先我觉得 她的这双的鞋面 虽然她的支撑力很好 但是其实我上脚以后 我会觉得 包括上手以后 她这个皮子 非常的软 鞋底是 翻毛皮的感觉 更舒服一些 她的鞋底 也是胶皮的鞋底 但是比Monola那双 我觉得更软 鞋底到鞋面都更软 更少女 更精致一些 但是我又是走长了时间 我发现 后面的这块 有点勒脚 脚面越靠后越高 有一点点卡脚 就觉得蛮可惜的 不然我觉得 还是一双 挺完美的鞋 好啦 那就是这期 博肯鞋测评的 全部内容啦 本身我想在结束之前 跟你们分享 这一种鞋子里面 我心中的前三名 但是看了就 天呐 你原先 喜欢的真的 不止三双 好难选 那不如你们留言给我 这一种鞋里面 你们最爱的 哪三双鞋吧 另外 这应该是我手术前 为你们录制的 最后一支视频了 应该也没谁了 像我这种 瘸着腿 还非要录鞋子的测评视频 真的谢谢你们 对我一路的支持 我会带着你们 满满的祝福和正能量 去做手术啦 那记得要等我回来哦 爱你们 拜拜